大灣區賣樓最怕匯款時 資金被凍結,令血本無歸 V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甚麼問題 100%由V家賠給你 全港18斤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建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家,有我做V家 有V家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6日 收睇我們每個星期的灣區快報 首先我要第一件事 補足博士生日快樂 多謝 很多粉絲和觀眾都跟博士生日快樂 多謝很多觀眾 因為這次很神秘地把我的影片放上網 所以很多觀眾留言公眾生日快樂 我很難太多 一個個回覆 一次過我要多謝大家的關心 我很感動 因為大家都當我自己人一樣 我家人一樣 很開心 而且這個生日我也覺得非常開心 有大家一個祝福 首先第一件事 因為我們V家灣區頻道 我們下個星期開始 今集還是在我博士頻道裏面 下個星期開始 我們會在V家頻道播放 因為我的頻道大家知道 現在很多觀眾 薩花生和我又好看 又有香港樓 所以我們都要回到V家頻道 其實V家頻道是很豐富的 因為V家頻道 我們有幾個KOL在內地 每個星期都有很多片去介紹項目 亦都有我們這個灣區快信 還有一個Match 他們知道Match已經成功 我經常說他也好成功 整家都搬到內地生活 正是香港家庭移民到內地 每天的生活 有小朋友 有父母 兩個年輕人做生意 做裝修 其實在生活上發生很多很有趣的大灣區生活 其實都很值得大家 日後大家可能會進去大灣區生活 其實有些片 都是很貼地和真真實實的 加上Match 承擔我的其中一個節目 就是拍電車 你知道他很喜歡開車 很多這樣的片 我們都會放在V家頻道播放 所以下星期開始 大家繼續追我們灣區資訊 記得下星期開始要按V家頻道 還有最後一題 V家頻道 很多我的觀眾 很感謝大家一直支持 有按訂閱 有按鐘仔 還有分享 如果V家頻道 也希望大家 我知道很多觀眾都有看V家頻道 不過沒有按訂閱 你知道很多這些樓盤資訊 如果你錯過了 無論你買了 還未買也好 其實這些樓盤資訊 我叫先投資再投資 其實對大家都非常有用 所以大家記住 在V家頻道 記得按訂閱 按鐘仔 有任何影片 立刻會通知你 如何精彩化呢 現在我馬上告訴大家 兩會 這些資料全部最新和最清楚 交給你 兩會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期除了博士生日 重點新聞之外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三月初 全國人大都會開兩會 很重要會議 很重要會議 其實定一定今年的政策 方向等等 其實我們大安區北仲產研究院 亦都花心思去做一個研究報告 Michael院長花了很多心思 每天 我知道聽過Jody 做到半夜三間 其實很多 我們叫做每天的資訊 亦都是很多 大安區每一天都發生很多事情 今年兩會 當然我看過房地產 有甚麼最新消息 有甚麼最新消息 亦的動向 首先大家看看 我們叫做兩會專題 房地產篇 其實歷年 我們叫做兩會 對房地產的指導意見 大家不外乎 我們叫做放鬆又收緊 放鬆又收緊 即是說會又看我們叫做房地產的 一個叫做房住不炒的政策 防住不炒 又調控 我們最經常聽到限貸 限扣 調控 以至突然會放鬆一些政策 他一兩年是一個主題 沒錯 其實來來去 我們叫做每個主題 可能幾年又會說 其實挺好 政府開會 告訴大家 所有市民也好 領導也好 這兩年我們走甚麼主題 走甚麼方向 大家清晰共同達到目標 大家有一個預期 對 今年究竟發生甚麼事 所以大家會看到好像一條 我們叫做Curve 是甚麼 那條線 其實大概可以當一個樓市指標 其實樓價指標 當你高的時候 它又會收緊 下去 像股票一樣 是的 我們記得到 其實大概五至六年 我們要一個cycle 其實就會看看 坦白說 就會看看政府 究竟今年會上去做甚麼 不過這個指標是全國的 不是說大灣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上年其實都是由低 一直上得很厲害 有路去爬山爬上去 上年其實有很多 我們叫做樓市 即是價格又升 量又升 其實去年做得不錯 我們叫做頭半年的時間 以我的經驗 好像看股票一樣 看這些曲線 除非有些很大件事發生 否則我看21年這條線 現在22年剛剛開始 其實又不會大跌 我想平穩 或者甚至平穩向上 平穩 所以我們要看看今年的政策 工作報告入面 其實都是有 今年只有1809個字 提及過過 我們2022年的樓市 簡單清晰 是的 政策其實一般 我們統一來說 即是歸納 就是房住繼續不炒 記住房間是用來煮 也會看每個城市的需求 大家的租務市場等等 其實就看我們按住的城市 會推翻相關的政策 希望大家健康穩步去發展這個樓市 這個我補充少少 例如近期有很多 買了樓也好 未買樓也好 很多擔心 看到樓市 說樓市有些要減價 減價線 販商有經濟問題等等 其實 房住不炒 我一向都是看著這個政策 房住不炒 坦白說也不是今年新鮮事 大家看之前 有很多都曾經出現過房住不炒 其實有很多觀眾說 博士你還死撐 這陣子樓市跌 怎樣 死撐 有些盤又說會減價 即是兩樣東西再提 第一好質素的盤 大家看到未必有什麼價減 很硬的 大家看到這個很清楚 第二最重要 如果 因為現在 我一直在YouTube 我都經常拍片的時候 其實現在大部分香港人 在買樓都是我住的 OK 都是我住 只不過有些好像Jody 真的可能移居過去 有些是退休 有些是用來旅居 有些是用來度假 各方面都有 大部分都是買來住 有些是買來收租 你說純粹去大陸炒樓 我真的不是很建議 以敢為一個目的 的量不是多 但是只不過是一件事 香港人很有趣 因為我是很現實的 我就算買來住 我也想想到升值 是嗎 其實香港樓價一向都是這樣 是 這個是香港人的特性 其他很多國家 這些人不是這樣想 所以永遠博士 我買來退休 但是升不升值 會不會慢慢捏捏 沒錯 其實如果大家以一個住為目標 這些小波複星星落落 我博士幾十年見慣了 所以你看我很定 很多人說 博士你死定 我心想 這些經常發生的 你想想 中國的市場 不要說香港 香港都有 無數次樓價都有起伏 金融風暴也有 什麼政策也有 什麼限購令也有 無數次 其實當你是房儲不炒 當然是升值的 但問題不是炒樓的心態 其實這些小波複 大家絕對絕對不需要有任何擔心 你看回剛才那個曲線 剛才那個表 曲線看得很明顯 就是這樣 你在這個位和這個位 其實有什麼分別 可能我的房子 都可能會住十年八年 去到那裡有什麼分別 而且最主要 你換樓也不怕 因為你一個樓市跌的時候 你換樓 其實跟香港一樣 其他一些都會跌 沒錯 買便宜 買便宜的 你明白嗎 你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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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高手 好像我這些 就要升 升得五十 整個就賣了它 然後就拿了錢 買一間更加大 更加漂亮 或者諸如此 或者一間 可以買兩間 我本來只是住在深圳 我現在中山又有樓住 朱海又有樓住 為什麼 這個又是進一步 總括來說 防住不走 大家買來住 在中間這些過程 不要因為市場 很多信息 或者拍片 令大家心不舒服 恐慌 買了樓是一個開心的事 所以我們現在 不動產學院 不斷給大家看 但剛才看到表 做得很帥 Michael的院長 花很多心機 整個星期的時間 都做了這些圖表 好 所以我們叫做穩步上升 穩步上升 因為穩步上升 所以其實今年 他也提及 就是我們叫上年 因為始終我們很多民企 房企爆煲 其實我們叫借貸 過度借貸 今年他也想頂上去槓桿化 希望企業、民企 降回負債 以至民眾也不要過度借貸 健康的 我經常說 幾十年前 發展商不只說玩槓桿 我們以前有一個口號叫空手道 即是發展商是可以不用錢 我找銀行借錢 接著督手指拿地 諸如此類 是可以叫做空手道 以前真的有 所以以前有很多爛尾盤 走路 不見了老闆 因為被他玩空手道 後來就變大些的發展商出來 玩槓桿 玩賞市 玩槓桿 都是不健康的 其實政府這次 我覺得 大家剛才看過波幅 大家不需要中間擔心 最近很多發展商 其實政府正在調整 正在調整 我想打一個比喻 譬如我們現在這樣說 我貨市做了生意幾十年 17歲做生意 中間你說有沒有遇過這些 譬如這段時間很差 當然遇過很多 金融豐富也有 我記得那時有一次 匯率 日本日圓 匯率直插 賣完貨 賣完貨 你再買回來 比賣出去 你說怎樣做生意 其實這些歷史 以前很多次發生過 所以我們這些 有經驗的 其實對這些市場的升升跌 其實 當然你們年輕 比較擔心 但我們其實已經很純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人都擔心 現在你能否擔心 不用擔心 我們的生意已經做了幾十年 你看到我去年開始 很多人都說 又做裝修 又做傢俬 做很多服務性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 都是把整個集團更加健康和穩固 不是單單靠賣樓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有些都留過鹽 百歲會不會你回家怎樣 不需要我和Jolie有計劃 當然 生意賣樓是差了很多 全部行家都知道 但整個集團 我們不是單靠這個生意 這些就是在調整時候 我們做出相對的一些動作 政府一樣 政府看到那些發言商 槓桿得離譜 當然不健康 對你買了樓也不健康 其實給他們警醒 等於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時候 第一次來金融豐富的時候 我都束手無策 之前我心很紅 打算拿著一百元 我做一千元生意 我也是這樣 我做電腦也是這樣 因為我做電腦的時候 就有數期的 拿完貨賣完 拿完現金 又未花稍數 那個錢還不拿來炒股票 我千真萬確的案例 我就是 我真的拿了一些貨款 生意好 就去炒股票 去炒樓 因為現金放在那裡 沒有人不用 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事 一出事就 原來慘了 規控功夫 要找數的時候找不到 我又有經驗 以後成長了個人 穩固一點 不會這樣亂來 現在的發展商 政府就是一模一樣 要讓他們知道 要有危機感 不可以太來保護槓桿 你說是否好事 當然是好事 國家這麼大 國家開兩會出來 當然是想一些很長遠 和對人民 對整個國家安全的事 他不會突然拍下樓市 搞到你個個都倒了 現在你會說 是的 所以我們叫做多元化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多元化 一模一樣 其實國家也是 今年也有重點 其實看了很多文字 當然雖然是109字 其實解讀一下 其實都是兩個主題 就是兩個字的主題 就是叫求穩 求穩 其實也是房主不炒 我們叫去金融化 就是不要過度有泡沫 我們最怕是有泡沫 去泡沫的經濟 其實牽熱甚廣 不要說房地產也好 其實會影響到大家的消費 以至我們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政策紅利 我們其實會幫助我們叫做城市化 新城市化 就是我們會希望國家 其實想把農民的生活 從農村搬回大城市 令到他們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 以至其實他們也會對買樓 就是搬上去住 因為其實很多 我們之前看到的成交數據 我們叫做都是在一些遠城區 突然成交那麼多 就是因為他們有政府資助 或者是吸引了一些人才 不要再住那些簡陋的農鄉 不如上樓去住一住 其實他們就拿回一些地 去發展其他用途 做一些健康的市場 不是被人炒 非常好的 還有我再補充一件事 大家近期就看到 大家應該看到的 實際上 多了很多中介出來 中介都不是很大規模 可能幾個學生仔 其實因為最近這幾個 因為市場調整的原因 國家政策原因 其實我們做這行的 中介公司的生意是跌了很多 所以很多公司 不像我們這樣 很穩健發展的那些 坦白說 他們已經有很多人都不做 分裂了 有些沒有做 最近我都收到留言 說我幫某某公司買樓 但是銷售市就沒有做 沒做了 看不到 想找別人去跟 反而你跟 波士 你可不可以給錢 我們就幫你跟 手續跟 最近是有很多 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為市場一跌的時候 那些公司 很多都未必像我們這樣 是 是的 一早沒有去調整好 國家就一樣 國家就一早想調整好 不要等到爆破的時候 搞到人心惶惶 這是很好事的 是 剛才都說 除了我們說 又開始有些 路續續想穩健發展 他都今年 之前大家看到 樓市可能大起大落 甚至一看到 有些位置不可以 可能國家一下 就推了一些新政策 我們叫做一刀切 其實看上年那條線 就知道 四十五度國這樣殺上去 國家當然害怕 所以今年 他都說 今年就不會用 這個叫做一刀切 那麼強硬的手段 他就會真的 因著城市 看看究竟是發展 可能 例如樓價真的很高 看看如何調控 去協調 就不會用一刀切的一個政策 去實施全國 我們現在都要學習一下 另一篇相當 其實房地產 我們一向都說 是國家一個很重點的GDP 一個支柱 我也經常說 其實建樓是一個 帶動了很多不同的產業 一個真的生意 一個專門的項目 其實一建樓 大家都知道 又會建築 以至有水泥 基建 或者其實去到我們有銷售 帶動了很多人流 或者人才去投入這個行業 亦都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經濟發展 所以其實國家都會保住這個 我們叫做這個支柱 這個經濟支柱 所以大家可以給一個 我們可以叫做一個 強心針給大家 不會倒閉的 大家其實很害怕 其實在做一些事情 他們會做一些 有時叫做放鬆政策 以至說 他們都會不會突然間 瞎推些地 或者我們叫做 慢慢去推些地 去給發展商 也有一個健康發展 因為發展商不建樓 那他又沒有生意做 那當然不會 整個鏈下來 因為這件事很多人 很多人的 做清潔都沒有公開 如果這樣搞法 不要開玩笑 數街都要有人 所以大家看看 其實2022年 其實灣區樓市的鬆波政策 其實之前我們的數據研究部 亦都有做過一些資訊給大家 其實珠海有些人才的政策 是吸引人才去那邊 可以容易些去頂居 以至我們叫做佛山 我們之前說過便宜了首付 即是非限購區域 其實可以降低首付 去讓大家容易上車 去到中山 我們叫兆慶、廣州、深圳 以及東莞等這些城市 其實那個銀行利率 是降低了 讓大家可以容易些去借錢 或者其實多些首期可以去做其他 其實大灣區各個城市 都不斷出政策 去將市場調控和刺激和健康 其實每個人都在做事 不過我經常都說 其實大灣區九個城市很有趣 每個城市的領導 大家其實都在爭生意 即是立工 等於我們公司 一些部門等等 每個人都想做好些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 很好 這裏就會見到 其實它開始有些放鬆 因為之前 調控就會限制扣 亦都有限貸等等 其實這裏也是 根據上年的政策之後 今年就會開始放鬆 因為收緊了 現在放鬆 希望大家市場回暖 亦都利好市場的訊息 你會見到今年的樓市關鍵字 又會有房租不炒 健康發展 殷城施策 剛才所說 亦都有政策紅利等等 這些政策 都是帶給大家知道 其實政府是在做事 其實國家政府 都想樓市穩健去發展 所以都是兩個字 都是求穩 今年就會穩定去上將 即是健康發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在快步入面 都看到不同的城市 亦都因著我們兩會的政策 亦都開始有不同的城市 開始施政 真的施政 第一件事就是 看到廣州的花刀 其實限購再鬆綁了 因為之前其實 花刀 在廣州樓 其實可能是我們叫增城 重發區域才叫做不限購 但現在其實花刀那邊 其實開始放鬆了 我們叫做不限購 但其實它之前行購的政策 其實需要交社保五年 五年社保 因為水廣州 廣州要交社保 但現在花刀放鬆了 大家不用交五年社保 但我們一定要有勞動合同 即是要在那邊打工 要在花刀有公司請你 有勞動合約就可以買樓了 這樣適合年輕人 因為我知道廣州 也有很多香港年輕人在那邊工作 因為廣州工作機會多 尤其是我經常去融創滑雪 很多年輕人滑雪 玩 現在多了機會可以在那邊置業 其實除了我們叫做非廣州籍的居民 香港人之外 其實本地人都會受惠 國內本地人都會受惠 是不錯的城市 大家看我拍了不少片 如果沒有就去看看 因為那邊花刀 我覺得在廣州 是一個很新有活力的市區 沒錯 而且地鐵已經直達那邊 其實廣州 你都知道地鐵四通八達 是的 很多人都想在廣州 當然找工作 其實是折業的 上去的 不錯 多個選擇 再下降 當然去到我們紹興區域的臨空經濟區 之前說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廣州將會有一個新的機場 將會落幕在我們叫做佛山的高明區 和紹興的高邀區的一個交界 這個機場是非常大的 是的 我說了很久 說了很久 其實大家如果看一些樓盤 就是紹興樓盤簡介等等 其實佛山的樓盤 他們都會說這個機場 因為這個是國家重點的一個戰略機場 因為比起廣州白岸機場等等 都會有很大的大規模 以至其實它是我們叫做粵西區 粵港澳西區的一個重點的機場 因為帶動日流、物流、航空的產業等等 會在這邊發展 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敢說 最早說原來紹興和佛山的位置 是有一個機場 坦白說 我拍片也有說明 我都害怕 我都害怕是否會否真的做 我說完就不行 要結帳 直至有一次我和邵慶一個很高的領導 吃飯的時候 我問機場是否真的做 放心吧 博士,真的會做 但好像之前不是很多信息 因為政府又怕甚麼 收地的時候有困難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有個機場 那些地、救援居民等等 香港也是 人人都走出來拿出租 我們不大事宣傳 但做是一定做 到今天為止 我收到更加新的消息 就要開波了 我就放心了 政府 你見到有個通告已經出來了 其實都是告訴大家 希望期望今年 2022年 年內就真的會開始動工 Yeah 即是 統治少慶那些客戶就開心了 因為始終你有了個機場 真的完全不同了 機場 是廣州第二機場 其實從大眼區來說 你說大規模的機場 只有深圳、香港、廣州等地 其實再來到機場 也會帶動很多外資 甚至外國人 經濟是兩回事 但很多大企業都會在那邊落湖 好 非常好的消息 剛才說過 其實政府除了我們叫做放鬆限太政客 其實開始不斷地 有些地去推給大家 剛剛說完我們紹慶的機場之外 其實中山火具這邊也開始有些新規劃 因為大家都知道火具區 將會深圳通道 深圳通道 其實中山這邊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 未來的十年 可以告訴大家 十年真是重點在火具區域 因為現在深圳通道 火具區域這邊 會規劃了 可能由工業區、商業區 以至住宅區 慢慢逐步去規劃 這裏也帶給大家一個訊息 其實政府不是不賣地 可能大家很怕會否再推很多地 不是的 其實他們都是慢慢規劃 逐步逐步來 去調控 剛才我看到這條片 Jody直接去到深圳通道那裏 拍攝完片 對 他說走著那一條深圳通道 對 大家可以去這家頻道看看 挺過癮的 我們說回上星期的數據 珠海樓市數據 上星期其實它賣得比較多 多了兩成 上升了兩成 一個成交量是488套 均價是24000元一平 比上星期跌了少少 因為今次我們主要的成交來源 就去到九門區域 上次就是我們鄉州區域 其實這兩個區域都是 我們叫做頭兩位 大家幫我補充一下 大家可能會 這些數據好像怎樣得來 我們全部 其實我們研究學院 是在政府官網上拿回來的 所有數據是真實的 當然是準確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斗門區 其實上星期剛開盤 就是有寶玲米花園開盤 其實會帶動了它的成交 以至我們還有華法水滾 以及在高新區域的 紅樹東岸花園 其實也是帶動了 在這邊的珠海成交量 再下去了 我們去到中山 中山那邊其實就是 再比起上個星期 亦都上升了兩成半的成交量 去到539套 它的均價大概是14900元 即1500元一平左右 今次除了我們叫做 之前可能我們在三鄉區域之外 今次去到西區 中山西區這邊 亦都是一個主要成交的區域 大家看到 除了港口之外 其實我們西區最熟悉就是 有月秀天元灣 中壘彩虹花園這個項目 亦都是有方直彩虹花園這個項目 其實西區這邊突然間 因為它有很多損盤 有些新貨交推 其實刺激了那個成交量在這邊 去到肇慶 肇慶其實就是 亦都是有上升度 我們看到大概523套一個成交量 不過價量就跌了便宜少少 再到5900元一個平方 這次其實上個星期 它亦都是我們叫做主城區 在端州區域 亦都是帶動了一個主要的成交來源 端州大家可能聽過 就是世貿奔光1號 大家都知道它淋著光 面向光一個單 如果這樣說 一定是光性買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少慶人 都開始再出來買 我們會買主城區域 亦都是時代星胡印記 這些項目 其實有些精水單位推出 令到端州區域成交量上升 剛才說了 有我們一周數據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想要我的快報 記得一定在我們的留言 對手去拿回快報 我們同事就會聯絡你 去給予快報 是不是很棒 很勁抽 你看看我們研究院的數據 全部的分析 兩會這些 其實真的非常喜歡 我不爭取透露很多 博士你的數據 真的有些留言 是否可以 我告訴你 Michael 即是我們這個研究院 其實我們的班底 就是我們北動產學院 因為以前我們北動產學院 北施大北動產學院 我以前是客席教授 其實我現在整個研究院裏面的團隊 其實就是我以前的學生 一向他們是讀北動產 因為全中國只有北施大約 不動產學院 專門研究房地產 所以我們就會拿到很多數據 和很多分析 大家絕對放心 而且這些所有的報告和資料 只有我們現在有 如果很珍貴 非常珍貴 大家其實很值得拿來 好像看報紙 看新聞 那樣看 如果大家需要 就留言 SARVIS我們銷售 我們會將完整整個 我們的資料都給你們 免費的 所以大家記住一定要留言 找我們去拿電子版的周譜 好 今個星期有什麼推介 今個星期 我們會有兩個盤 Encore Encore 不要說我沉 因為我喜歡 因為上個星期 其實剛剛 星期六 Jody做了直播之後 其實很多客戶都說 正 有個分期計劃 成交得不錯 成交得不錯 亦都因為有很多客戶 因為有個分期計劃 令到他們心動力 兆慶樓已經便宜了 還要準備一個分期 所以你不買都不行 所以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介紹了一些別墅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亦都有些緩緩的 我們叫洋房的單位 今個星期 我們將會重點 介紹一下天羅寶的住宅 亦都會介紹商鋪 細積 細積 三百多尺 五百多尺 因為天羅寶一動 其實它的最大特色 我們剛才說 除了天羅寶可以做到 兩年的分期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交給酒店托管 我有很多觀眾 真的買完它的大職 即是我們華僑城那邊 第一旗旗 好像我那些 他們在這邊買多一間 就當作投資收租 大家都知道天羅寶 最近是卡落星球 將來可能會有旅遊業 會帶動 亦有很多人去AB&B 類似的去玩 就好像順德華僑城 旁邊的房子 全部租來 其他人來玩旅遊 所以這裏是天羅寶 大家可以看到 十多萬的首期 真的玩兩年分期 十多萬的首期 就可以上車 亦都可以說 亦都可以說 其實剩下的房款 是明年才會付的 當然亦都可以去選 我們叫做 有酒店托管的樓層 因為它不是 有指定樓層 才可以做到酒店托管 酒店托管 還有保底租金 有保底租金 所以詳情可以 當然留意著 我們星期六的直播 亦都可以問我們銷售 同事去了解一下 大陸 大家記住 不怕迷裝修 來到這裏 當然 ANCO第二款 就是我們去到 珠海保利梅里花園 剛剛過去星期六 我們叫做八棟正式開售 我們解釋非常之高 有些客戶 選到他們的心頭好 亦都看見乾淨 高流層 非常好 今個星期 亦都拿了特價的精算單位 由乾淨、原景 大概均價是萬一元 萬二元左右 所以我們星期日 將會做直播 今星期六 Jodie 我先會做小型華僑城的天鑼布 住宅 亦都會介紹華僑城的商鋪 的一份介紹 到星期日 我們會做 寶寶木裂花園的住宅 亦都會有些筍物 就可以介紹給大家 所以一定要記住 今星期六 坐在家裡 留意著博士頻道 和我們V家頻道 下星期开始 我们会在V加频道播放 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记得追踪看 下星期V加频道见 好 再见